大家好歡迎來到馬迷早晨的星期五版本 雖然很晚跟大家說這時候應該在做馬迷世界 不要緊大家如果有訂閱這個頻道 就會知道之後都會補回給大家 未必是今天可能會補回星期五 其他節目都希望明天趕到節補上 申請回來的助手未那麼熟悉 所以給他一點時間 我們要給多一點包容 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提提大家 右下角有四星龍珠 按下去開啟鐘仔 就可以有每次的賽馬片段 關於賽馬資訊消息等等都會和大家分享 另外未下載堅仔賽馬的朋友 亦都歡迎上Google或者Android Apple下載堅仔賽馬 可以和大家一起用來看分析賽馬 在馬迷早晨這個節目 星期四一集星期五一集 講講講頭兩場的早餐賽事給大家參考 讓大家可以有一個概括 讓大家知道那一陣子賽事是怎樣的 提醒大家 12點25分開跑第一場 所以第二場都是接近一點時間 已經是第二場了 不是因為跑十一場的問題 因為有開幕典禮 大家要記住 立即帶大家看看 接下來星期日 十場賽事的第二場 四班千二米的賽事 我的排序是怎樣給大家看 你看到報名馬就真的很少 為什麼 因為紅黑羽又加上打風 可能馬操練都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泥山 神經病 所以排序給大家看 我其實都是選了三隻給大家 第一隻就是獨角獸 獨角獸進步挺快的 這隻馬雖然是馬防的複選 有沒有考慮過跌到深水才下班 沒有 因為四班千二其實都很多選擇 拼了先也沒什麼所謂 這隻五歲馬跑了一年都未交代 只有第三 其實你看到貴尾 趁對手弱經常下飛 怎樣都是拼的 何宅堯騎上去其實不太差 田泰安那次 雖然輸五個馬位 但放頭已經算不錯了 這麼快步速 還要大家記住 那場跑谷草1650 荒仔試過覺得馬1650 都是太過長 不如試一下縮程 大佬縮程這個路程千二 他不行的 跑三次都是輸四五六個馬位 是的 但每一次他都是出閘慢 留得比較後 而跑不了 最近試襲 草阿火 貴初的馬會好一點 會比較跟得貼一點 難得地是他有個異檔 班德麗肯騎 放逐一些冷殺手 穩得班德麗也不要漏掉 所以你會看到前一場 他輸給灌寶區 超郎中 雖然不是很厲害 或者輸給慶高彩烈 那麼有趣 聽高彩烈也叫打搭贏馬 泥地贏完 菊草又贏了 算是厲害的 所以這些馬 叫做有些能力 他跟前雖然是買步速 不是輸很遠 已經證明 縮程 更加可以跑高 所以這些馬 不需要等到下班 如果真的要減分 荒仔怎會試襲給你看 隨便 就算了 所以這些馬 叫做有能力 我就可以擺放他第一選 另外 之前看到 另外一匹 選第二選 就是加泛 就是添泛的意思 這隻馬 其實大家如果 之前有留意過 他試襲 其實都試了幾個襲 有好走勢 不過 這隻馬本身 能力可能 不算很高 初出那次 他戴了眼罩 然後我自己覺得 他有點急 在容天鵬馬房 這次 我想容天鵬都見到這個問題 所以你會見到 他 實際上 今次換了配備 B- 大家右上角看到 在檔位四檔旁邊 變成什麼 F1 F1是什麼意思 F1 開逢眼罩 即是說 令這隻馬 怎樣 沒那麼急 你太急 這隻馬浪費力 緊張 跑快了 回來是腳仔丸 所以這次 先試兩個襲 讓這隻馬 先沒那麼急 再換一個 令他沒那麼急 的配備 希望 讓他可以 我們叫做 解決一點 這隻馬 找田泰安都好 讓這隻師傅 就這隻馬 就得好一點 千萬不要說 因為不找潘頓 不要就不好 這些馬 我看樣子都不太差 所以你都不難理解 為什麼輸給加州威勝 都是輸三個馬位 所以在這組 馬不是很厲害的情況下 都夠贏 就看他進步多少 看樣子不錯 如果好分儘管試一下 初出都21倍輸三個馬位 我猜這場馬小 都是6、7倍馬 如果你說 開齋 又6、7倍 都算不錯 馬寶如果下射更加OK 第三隻 選了給大家 就是有個漂亮檔的添福 添福這隻馬 跑了三次 但大家會見到 他之前跑前一次 他是落飛的 添福落飛那次很厲害 冷門的情況下落飛的 你說冷門 但情況是不是很惡劣 或者對手很強 如果是 有時大家要識分 他究竟是因為過冷而被落飛 還是有人在馬跑得不好的情況下 看好他 前一次 他落飛 是對著陸續光芒那些馬去跑的 說著天伏 你對著陸續光芒 福國寶 福國寶之前又贏過水晶酒杯等等 亦都會贏的馬 證明這馬本身 他是有相當的能力 你作為一隻冷門 之前試習那麼多個閘我經常和大家說 試那麼多個閘 即是不太厲害 這樣都敢落飛 即是怎樣 他有些能力 即是有些想動手的能力 這個當然是無功而完 至於上一次跑千四 遷移都不行 就是跑千四 當然是GG GG了輸了七個馬位 你可以抹掉 因為列馬斯可能都順勢想試試馬長力 減一下分 投人得人 14檔輸得遠都很正常 今次不同了 今次避券很積極 試過閘的力度 比之前我看過的試閘 勢得多了 可能那些馬 轉入四歲 他真的開始熟了 力度多了 例習試得好 都不跑例習 直接就再跑千二 這些馬縮程又有個靚蕩 就不會像上次那樣輸死的馬位 因為陸續光芒 和福國寶那些馬 就算起進風彩都會贏馬 所以 他那場的對手強一點 你要懂得分 他強對手都是輸死的馬位 你現在進步了加上靚蕩 對手弱 他就可能贏都不出奇 甚至三甲都不太冷 這些馬如果冷滿 就算艾道拿 就艾道拿 都冷的 海島才子那些不一樣照贏 這些馬 冷滿大家不妨試一下 所以三選就選了這些馬給大家 叫做有些可薄之道 當然他可以沒有什麼進步 然後沒有東西看 但是看神操真的有 這個是我看神操的看法 大家不是戴頭盔壞 不中沒打我 不是這些 但是起碼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選他 就是因為你看到神操進步 檔位上對手上都不同了 做事經常都要怎麼說 有根有據才選擇的 所以這些馬給大家參考一下 三隻 鐵角互穿會比較好 或者上射剛才那幾隻孖寶 亦都可以 不過上射 範圍比較闊 你看到我都沒有馬可以畫得 反而這場馬少 我還有一隻一號可以畫 你就知道 形勢有些不同 上一場 頭場可能會爆冷 也不出奇 好 我們先去廣告 廣告回來 講一下 後面那三隻 紅旺、運來勇士、月球 有兩隻贏過紅旺、月球 之前都選過給大家 為什麼這次不選 回來你就知道為什麼 紅旺這隻馬 之前 用建杂生的時候 都跟大家講過幾次 這些馬 有些能力 下班都已經是可以看的 先四那次 甚至乎差一點贏 就算用王進都照放回來 我說大冷門這些不怕 照買 當然他很難贏 我也知道 但是他直搏 亦都有個 pace 很容易給大家 結果回來 都輸不遠 而且一隻4win的馬 在葉楚紅 有幾差 葉楚紅都有4win的馬 那隻馬都有些本領 這隻紅旺也是 新危贏過4win 亦都有個place 跨季就減了5分 不過這隻馬已經玩到8歲 但是大家 記住我 之前跟大家講一個道理 不是老馬來跪初 而是 弱勢馬房 吹鞠的馬 程度少一點 程度少一點 就算年老有退化 分上也相較上有利 大家都退化 在弱勢馬房的馬 沒有退得那麼厲害 沒有退得那麼厲害 因為他也沒有鞠得那麼厲害 分自然偏低 經常低水有些虛位 差在他心意如何 說連馬師 不是說馬 這次 借了誰 終易禮回來了 這麼難得借見習生 試過這麼差的集給你看 無非都是想 將上次落飛 搏失了那件事 讓大家忘記 不要緊的 這次千二 有個 又不是很好的檔位 他肯好分 試過衰集給你看 你看這隻馬的神操 雖然有點漏漏漏漏 但那些日子其實是大風 黑雨 沒有影響 大家要記得 他一背輕了十二磅 鴻旺這些馬 根本千二都很有殺傷力 他放得出就很容易贏 所以 這些馬大家小心 冷門 雖然我四選入沒有選擇 為什麼我都擺到第四 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如果你對 加泛 或者天福 隨便一隻你沒有那麼看好 你要鴻旺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尤其是因為他真的是冷門的 所以你選擇這些馬 我覺得都是可取之道 當然 你甚至Q也不要漏掉 雖然我前面是貼三隻 不要滑頭說 一會中了鴻旺又說自己 頭四選有 其實貼三隻 不是這樣的 而是你要知道他們的能力 就是當位進步 那鴻旺那些在退步 其實差不多 不過鴻旺就好分一點 而且他最近也沒有什麼 進步感給你看 純粹是靠輕綁 你要估計他 中逆例子要不要騎錯 你要估計他 有多少剩 然後才會走到進來的馬 所以為什麼我擺第四選 這個原因 好了 至於另外一隻 鴻來勇士不同 鴻來勇士上季尾的時候 你都看到 我都不難理解 為什麼潘頓騎 就不是中逆禮鬼上身走去騎 就是鴻翁 而是這隻馬 在上季尾的時候 那個第三 其實表現相當理想 那個理想程度 輸給戰鬥英雄 那個 叫做 拉斯也叫做維持到 那個 勁勢 但是都輸成過幾馬位 建杂生有時候 給多些空間 建杂生成長 P牌子當然沒有好騎攻 你要他好像潘頓那樣 推騎節奏好 又打車輪邊 想多了 所以潘頓後來 一去到暑假 他就捉住這隻馬去試了兩貨 他都知道這隻馬 在四班有進步空間 兼有可為 其實五行志算是好的 將這些馬 改變配備 給潘頓教他兩貨 無非都是想怎樣 令這隻馬可以盡快 幫馬主去交代 畢竟這馬都四歲 也有接近走勢 初次上名先 贏了一場再慢慢等他成長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可取的 所以搏就實搏 但是潘頓加個內蕩 加個試襲嶺 實熱的這些馬 隨時是大熱門 但是 因為敢而熱 我就覺得不值得 不是說他沒有機會贏 而是他那個熱門 相對於曾經贏過那些紅旺 或者剛才跟你說 曾經跟強手跑那些 家犯 或者是 獨角獸等等 他們都是比較有能力的馬 內蕩市其實最厲害都是跑第三 你要這樣說都是可以的 而因為敢而大熱門 剛才那些因素 很漂亮當 潘頓又施集漂亮 是不值得的 不值得的 所以為何擺第五選呢 就是這樣 這個大家 都真的要 bear in mind 記住了 另外一隻 都是給我選擇做邊線回腳的馬 就是月球 這隻馬以前是蘇寶羅馬房 今次 都去了 黎超聲道繼續服役 你說 服役之後又好像沒有什麼 好 而且上季 因為左膝 這隻馬 左邊膝頭哥 接受關節手術之後 移除碎骨 一直都沒有好表現 所以 你見 蓮馬斯 黎超聲 操他都小心翼翼的 既然 潘頓揹了一隻大熱門 這些月球 梁家俊又贏了 以前有沒有機會放回來呢 有的 不過我覺得 平榜完跨季 減他五分 即是 這隻馬的 折扣和損耗 都很大 既然那麼大 損耗和折扣 那又怎麼樣 不要搞他了 你讓他自己靜一輪先 讓他自己靜一下 你讓我靜一下 這隻馬可能都是這樣想 你讓我靜一下 現在減了五分 可能他 都是想 一直繼續減分 二百多日 突然爆出不出奇 因為他本身有能力贏 但你說要他完全復原 我都是有些 問好 因為那個試襲 那個力度 不算很好 雖然你也知道他不是 泥地出色 所以 有斟酌的餘地 這些馬 傷患的馬 看低一點 贏過 就算他沒事 隔了二百多日再出 是不是在這個分就夠贏 也不是 月球不是很厲害 所以這些馬 有傷患打去折扣 就更加 要看低一點 所以這些馬 我就盡量放在配腳 最後一隻 好了 我們去廣告 回來剩下的三隻 快錢 威馬先生 還有我 認為大家可以飛去的龍澤飛區 稍後再告訴大家 為什麼 快錢 快錢 這隻馬 大前刺 輸條頸給南海鐵騎 那場泥地 這次不是跑泥地 怕不怕呢 當然害怕 因為那次 擺明是用巴道 落飛上 偷雞 結果 偷雞不到 就要洩渣米 跑不到 轉頭跑回一里 又減分 這些馬 似乎都是蔡漢那些 要冷門才有機會 就像美逆之魚那些馬 你不覺得 又有些能力 有個靚噹 擺得前就在那種 這次八檔 都沒有好檔位 馬本身能力不高 雖然你說四歲有進步 但如果要得 早就得了 蔡漢季初的馬沒有那麼強 大家都知道 要些時間 論一下 所以這些馬 不選好過選 我亦都覺得 沒有選的必要 它不是沒有能力 但是 觀察一下一輪先 看看這次 跑得如何 那種試襲高分 有中華盛景的馬 落四班跑 當然是有好處 但是 足不足以令這隻馬贏 我就很有保留 因為 千六叔落千二 我都要想 亦都不是這隻馬的擅長路程 不如你等他跑千四 才再想 會好些 這個是我建議 大家可以聽聽 至於另一隻 威馬先生 真的找威來騎 不是女見威 找希威心這個騎士 女見威是練馬師 沒得騎 亦都超磅 我相信他騎到 120磅 偉達找了希威心騎又如何呢 其實上季尾那一場千二 他真的騎得挺好的 46秒正不是萬步速來的 那一場 所以 艾奈娜騎攻不算太好的程度 都可以對著福國寶超越名區那些馬 可以擱到最後才輸一個多馬位 我覺得已經是很出色的表現 這隻馬六歲 我都知道沒什麼進步 唯有靠什麼呢 靠減分 但是這隻馬海外試過兩win 所以他本身真的有能力贏的 只不過來到香港一直適應不到 偉達就安排幫這隻馬 減分 其實你說 他隔了那麼久 想不想幫這隻馬交代呢 當然想啦 養了兩年的馬主 只有幾次第三 兩次第三 給你你都想轉倉 偉達那些馬主又有耐性一點 尤其是這件 彩衣 黃永耀那些 黃永耀那些 所以這些馬大家都可以留意多些 究竟他這場熱身後有什麼走勢 這件我希望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他未必不行 因為他遷移來上名 自購馬應該都有些能力 貴尾的確確是好轉了 所以我覺得他和快錢之間的排隊 其實差不多 兩隻我沒有選的馬 你說他完全無能 不是 不過他不是那個擅長路程 還有他可以 再減多些分才出手 都可以 大家臨場留意雲數據 威馬先生 或者快錢等等 有先再考慮都不遲 至於我說可以不要那隻 就真的能力上相當低 就是那隻龍澤飛驅 之前跑過兩次 谷草1200 或者田草1400 雖然我經常跟大家說 沒跑過那個路程 不要說他不行 但是 一個26秒4 沒斷的馬 一隻 都 沒什麼特別的了 因為獸醫試完那個 檢查他 你發現他沒有問題 都大敗 就是 天生能力低 你看到他試閘 都沒斷又慢 除了剛剛那貨1000米閘 真的22秒7 要稍來追下 有推騎的 加利 結果都沒什麼能力 我就覺得 剛剛下班 再看 這些馬是不用看著的 可能下到40多分 加上他進步 才叫有機會 要留意 可能已經是 放在威馬先生 快錢的位 就不是真的需要 投注的對象 所以大家 都要留意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講了第二場的排序給大家 大家可以下載 堅持賽馬App 記錄一些心心 調回自己喜歡的位置 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都是那句 右下角有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 開了個小鐘 最重要是這件事 每次有些賽馬的資訊 可以和大家分享 稍後都會有其他節目 為大家送上 讓大家星期五六 馬虎就開羅 不用五門 可以爬回馬仔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收多些賽馬資訊 下載堅持賽馬App 用高科技武器 去幫助自己 在馬場上 得到更大的娛樂 和最好希望 有回報 大家都happy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星期五版的馬迷早晨 我們晚一點再見 拜拜 星期五版有足 都 Night 未親愛